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 wong engineering 呃 近期很多这些什么 呃 肌肩的股呢 有点动作啊 让我们来看看下吧 这个呢肯定就是很惨啊 你可以看到很清楚 他都是 他都是头 lower high lower high lower high low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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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igh low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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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说他的头呢 一直都是往下掉的啊 这个就很惨 呀 已经是跌破200天的这个均线了 200天 现在他 在这个短 他就形成这边就一个 呃 跟你讲啊 这个low high high low high high 这个短期里面 他就形成一个 呃 上升趋势 啊 这边就形成一个 high high low 现在呢 他会不会形成这个 突破这个 higher high 形成higher higher higher 这个好像 就 没有了 因为他 你看他吗 他已经是开始要 呃 开始软下来了 ok 他要形成这个 high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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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igher的话呢 他就要突破这个60天的均线 呀 你可以看到的 这边之前还是要去挑战60天 被挡下来 这边也是被挡下来 所以呢 总体里面 他是很难为 突破这个60天均线的 如果他没有能力突破60天均线的话 就是说 他这个呢 就很难寻成 突破他这个 变成higher high 呀 这是谁说 我觉得他会继续往下 继续 又蹭回来 呀 如果真的是要介入的话呢 一定要等到他突破 60天才打算 呃 应该是会往下去吧 呀 而且这边有这么多套老板在挡住 总之啊这个就 不要心意介入吧 因为这个你看这个low 这个这边的头是越来越低的啊 是不好搞了 呀不好搞 如果真的是有意思的话呢 哎 看到这个200天的均线吗 如果他某一天 突破这个200天均线 这个呢 反正是一个更好的更好的一个 码头讯号 OK 因为他因为这个 这个是往上咯 你注意的是均线是往上咯 OK 他能够突破200天均线 是网上的 网上的200天均线 这个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码头讯号 OK 你看这边 200天 200天 上回去之后 有一波 一波看到吗 OK OK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呃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